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件事就是想問陳志愿博士 你有沒有試過完全不想法呢? 很企圖的 你如果想完全不想法 我想可不可以令自己睡了 但其實睡了又不是完全是腦子關機不想法 一個人正常來說 你如果想盡量腦子放空 盡量想企圖令到腦子的負荷 資源消耗越少 你可能想進入一種冥想的狀態 各人有不同的方法 也有很多種不同放鬆的方法 但很多時候我發覺很特別的就是 這件事你是很難用力去做得到的 你怎麼才知道腦部活動最少的狀態呢? 是不是完全你自己感覺說是又是呢? 還是我們可以在科學上有個客觀的定義就是說 咦 腦子現在就是不做事了 它用的資源是最少的狀態了 我們又沒有一個很嚴謹的科學定義說這件事呢? 原來有人研究這些東西的 是啊 聽起來很簡單 其實是一個很深奧的問題 原因很簡單就是第一件事就是這個類比 因為人腦是否等於電腦呢? 電腦可以關機了 是不是? 可以轉換 人腦不轉換也可以的嘛 除非你死了 那你就說我沒什麼想的時候 就完全是 腦是大腦是停止呢? 又不是的 你嘗試如果慢慢去研究一下你 你真的不想有時候 其實你的腦可以浮現了很多很多的影像出來 這些影像可能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是啊 甚至乎你真的連結一些的儀器 你認為自己已經不想事 那一刻原來你的腦部還有很多的活動 所以一個叫做腦部運作的 在你清醒的時候腦部運作的基本模式 如果有英文學術研究 它說的叫Default Mode 就是一個最基本的那個設定模式 是什麼呢? 變成一個原來是一點都不容易研究的課題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人腦和電腦作為一個雙 Default Mode就是你用電腦的比喻去講人腦 就是我們想要問一個問題就是這個 將人腦和電腦作為一個雙題並論 這個想法本身有沒有問題呢? 是啊 這裡是絕對要質疑的 我們現在你用電腦你都知道了 你開了機 你不去特別run什麼program 你只是有一個作業系統在那裡開著 那其實它都有一個基本的消耗 基本的備用狀態在那裡了 原來你扔下它一輪再不用呢? 有些電腦就會開啟了一種叫做睡眠模式 讓你突然間給它一個刺激 它才進入正常待機模式 到你真的譬如你要錄影、剪片 有些你可能要開啟咪 開啟那個錄影那個鏡頭 那你就有一個功能 就可以叫做記錄了我們這個談話 其實你也知道有幾種不同的模式 剛才說你是在錄東西 你是很專注地去進行這個工作的時候 就好像你運作模式 人腦也會是這樣 電腦也會是這樣 有時候就是完全沒有什麼特別的任務要做的 就是一種普通的待機模式 OK? 但是待機模式又不等於睡眠模式 還有甚至說你電腦的睡眠模式 和人的睡眠模式 又可不可以這樣運為一談呢? 其實就很難說的 起碼你知道 我們也不睡一覺 是的 你的電腦睡眠模式 你不會預計它在做夢的 是不是? 原來電腦進入睡眠模式 就是有些裡面的東西還在亂來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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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所以是這樣的 還有就是 你那個電腦運作的時候 譬如說有一個任務給它 你那個任務是要看東西的 那它就是鏡頭開著了 是不是? 然後其它東西可能支援那個鏡頭運作的那些東西會開著了 但是它看東西就看東西 它可能沒有叫它錄東西和聽東西的時候 它基本上錄東西那個 譬如麥克風 不會有任何訊號的 就完全停了就停了 但是人不是的 只要我們一開著了那個清醒 睡醒了一個有意識的模式 只要我們的五官不是說有什麼古靈精怪殘缺的話 基本上我在看東西的時候我都在聽東西的 那欠缺我專心聽東西還是不專心聽東西 聽到多少東西 就是所謂就算在做夢的時候 都有一個比較擴散的注意力 去周圍漫遊了到周圍的一個空間 那這樣的特質就和那個電腦 你會發覺就很不同了 那個電腦的待機模式就好像等待你 刺激等待你給命令去 但是那個人的待機模式 就似乎是 它是繼續去接收外面的資訊準備去反應 所以有科學家去研究 那究竟人的待機模式 基本上包含哪幾樣東西呢 那其中一個這樣的研究問題 就是由這裡開始問 是啊 那好吧 Anyway 就算我們未必同意這種比喻 但是我們當是的時候 那你人是不是真的有一個 在什麼條件之下是有一個待機的模式呢 簡單一點這麼說 我想起一個個人的經驗 譬如你等巴士 你準備坐巴士去第二個地方 你看到你想上那輛車你上去了 但是你很清楚那輛車就是有時間才去到目的地了 你又沒有帶電話在身上 看完之後你都不可以有什麼特別大的反應 是不是 就是在那種狀態就其實比較像一種待機的模式 但是很有趣的 你留意到就算我講的是 在這種人坐了上巴士 在巴士上偶下偶下 還沒蹲到目的地的那種這樣的狀態呢 其實它都是開著了不停的接收 而且腦裡是有意識地去處理外來給進來的資訊的一種狀態 所以這裡你也看到就是人的那種待機模式 就有它的那個似乎是有些更加複雜的過程在裡面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研究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主要是靠那個腦部的素描去看到 就是哪部分動哪部分動 其實是的 主要是靠腦部素描 看看你腦部的哪一部分動哪一部分不動 那你會設計一些實驗出來 就是譬如說你突然之間給他一個很專注的任務去做 然後他可能要讀一段的文字 或者一路看一篇文章 要他用口去讀出來 你的注意力一定是擺在眼前的一些東西 是由你眼部接收到的資訊 再在你的腦處理 再由你的嘴巴讀出來 那這些就是很特定的一些任務 那就看看你腦部哪些地方活躍哪些地方不活躍 有時候不一定是這種很文靜的任務 你可能是要去很專心地去操肌肉 OK? 你要很專注現在我用哪一塊肌肉 確保我的姿勢正確 令到我安全去完成那個動作 然後用我的意志曲行 令到我可以知道 未到那個數之前就不要亂的停下 就盡量去調動身體的機能去做這件事 當你給很多任務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認到的 腦部哪些部分反應多些 反應少些 如果你要讀 然後講的時候 只不然你的視覺 和你處理文字那部分 和處理你的口部肌肉語言那部分 就特別活躍了 其他的地方相對就沒有活躍了 肌肉的時候也是 是不是? 那些指揮肌肉的那些腦部的結構 就會特別是開機 特別是活躍一些 剛剛這個星期我們看到這篇文章 其實裡面講了一個很獨特的現象 好了我們完成了一個任務 我們轉去第二個任務 譬如說如果電腦這樣 我剛剛去運動完一個錄影的一個program 我把這個program關掉 那電腦自然就將在運作的時候 原本霸了那些記憶體 如果負責任一些是應該全部放出來 把資源放出來 然後我再運動第二個任務 譬如說我想開一個文書處理的 專門去處理那些文字這樣的東西 那些聲音畫面的東西我就擺開了 只是處理文字的東西 於是我再開第二個文書處理器的時候 先前基本上那些處理視角 那些錄影鏡頭的東西 照樣就不會有東西再運動的 這個就是電腦的圖像 那在這個研究裡面很有趣的 那他就原來發現到 當我做完一個任務 轉去第二個任務的時候 原本拿來去做第一個任務的那些老部資源 不是馬上馬上釋放出來的 原來是不停地重播剛才的經驗 就是說不是說轉任務就轉任務 放下就放下 就是更加不要說 更加說不上關機就關機的了 就是在這個研究裡面 就令到我們覺得 咦 人腦那種 處於一種基本運作狀態的時候 似乎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的 不是可以用一個電腦圖像 叫做專心做完一樣放下 再專心做第二樣放下 不是一個這樣的圖像 而是就是說 很多時候就是之前的經驗 不停地在我們腦部繼續營繞 哪怕我們做到第二、第三、第四個任務 繼續會存在 好啊 簡單來說就是 咦 它否定了剛才我們 就是我們初頭以為的那種說法就是 其實人腦和電腦是有質上面的分別的 應該就要是了 剛才我都講漏了 我記得早幾天我們聚會的時候 有些嘉賓 有些參加者跟他談過一個話題 就說有沒有試過被麻醉的經驗 就是台長你自己有沒有試過 被下麻醉藥的經驗 我沒有做過手場 所以沒有 那譬如小弟自己去做過那些內規鏡的那些 不是要開刀 純粹是要照鏡的那些 照胃鏡、照搶鏡這些 你都要全身麻醉的 那很有趣的 那一下我真的覺得自己真的完全適機狀態 因為你一落了麻醉藥 你毫無抵抗能力 你突然之間一下就適機就適機 到你自己醒來的時候 你是覺得兩秒前的事 中間是完全經歷了整個個多兩個小時的過程 你是完全沒有任何知覺 沒有任何記憶在那裡 就是說你如果睡了一個很長的覺 就算我教你裡面的時間 覺得快和慢都好 你起碼起床那一刻 你會感覺到自己大約經歷了一段 以鐘頭計的睡眠時間 但是在麻醉狀態之下你就沒有了 我覺得唯有在那種狀態來說 我就覺得真的像一個電腦 沒有完全斷電飾機的那種狀態 就是真正的電腦睡眠模式的那種狀態 完全沒有東西在運動 不過你講這件事 我都沒有第一手經驗 不過有人告訴我 就是這樣 打作案的時候 它完全沒有時間觀念 是 亦都可以 是會怎麼樣呢? 可能在講幾個小時之後 它出來的時候 是完全感覺不到是過了這麼長時間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要教個鬧鐘在旁邊 就是不想自己一直 試過有個潛 就是逃走潛水 下去之後 不懂得上來 是 就是進入了這個 不知道在水底 進入了這個狀態 不過這些比較虛無偏偏 但是你說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 直接對應到電腦default的模式呢?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或者我在這裡這樣講 其實基本上在這個研究裡面 就發現 電腦那個叫做代機模式 和人的代機模式 基本上是很大很大分別的 我們如果想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電腦代機模式 那譬如說 它要知道 什麼時候會有一個鍵盤 和滑鼠的那個信號輸入呢? 或者如果你的畫面是一個touch screen的 你接觸到螢光幕的訊號 它就要馬上去和外界反應 所以呢 它有一定的感官 是預備等待你去接觸 OK 它背後未必有什麼東西在走 但是它總之有一個能源供應 就是準備去 感覺到外面被人碰 但是它裡面就不會有什麼任務 或者要回味上一個任務 究竟做過什麼 它就不會做這件事的 OK 人的模式 你會發覺它既有電腦那一陣東西 譬如現在 如果你說睡著了的時候 進入一種更加深沉的模式 那可能你就算外面有輕微的聲音 有一些皮膚上的接觸 它基本上都不會反應 但是你說我是一個清醒狀態的待機模式 現在我正在等台長你下命令 叫我給你反應 叫我幫你完成任務 我的待機模式就是什麼? 我起碼要準備聽你說話 是不是? 留意著一舉一動 看一下你眉頭眼額 還要聽你講的時候 語氣重不重 是不是? 然後自己就省省定定一點 回憶回先前的經驗 上次如果沒有跟著你做的時候 就是那個後果多嚴重 是不是? 就是你會發覺就是一堆這樣的東西 就是在那裡運動 很多時候就會牽涉到一些不適合的經驗 竟然我都會放在那一刻那裡一起去考慮 我會說人腦那種待機那種思考模式 是比起電腦是複雜很多的 沒有那麼線性的 是匯聚了很多之前的不適合的經驗 放在一起去處理一個未來新的任務 所以我估計這個是人類的創造力的一個元素 就是它不是人類的 它會混合很多東西 等東西撞來撞去 但是這次都很長 我想最後問你一下 有沒有試過就是 我不知道這篇文應該沒有說的 就是有沒有試過有一個situation 就是人的腦裡面是完全沒有活動的呢? 就是除了你死了之外 就是完全是 你說到好像那些腦死亡那些就會是這樣 就是有沒有那種意識的狀態 其實是這樣的 說了這麼久 很多東西我們對於人腦的基本待機模式 現在還沒有一個答案 就是就算我看了整篇這個介紹 它的研究原來 為什麼它要尋找這個待機模式呢?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它不是純粹比較人腦的運作 和電腦的運作的分別 原來我們想知道就是 透過一個正常人腦 在一個有意識清醒狀態的那個待機模式 如果我們搞清楚 有些什麼基本元素都在運作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正式了解 什麼為一個正常人的健康狀態 如果那個人精神上是有問題有缺損的話 它那個待機模式是會和其他正常人是會有分別 原來就從這裡找到的答案 就是說我們是想找一個很客觀的測量標準 來去問一下一個健全人的心智 那個腦暴活動應該要是怎樣 比如在他們的研究裏面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說 原來有很多對於那些有精神分裂 或者是嚴重抑鬱的人 在他那個認為自己待機模式的狀態裏面 他去recall先前那些經驗的能力 往往是比較多間斷的 就是明明 你可能覺得這樣為之很不正常 明明我剛才舉了重 現在去做文書處理的事情 我的腦子繼續回復 原來在背景裏面 我沒有意識地繼續回復我剛才 在操機的時候的那種狀態 原來是 還有一些殘餘在腦裡回復的 這樣聽起來好像很不正常 但是原來在這個研究裏面說 正常人就是這樣 他是會不停地把他之前的經驗共野一路 去叫做明白明了這個世界 但是如果反而是那個精神 精神是有問題的人 反而那個connection就會沒有了 你突然間就會跳了 又一樣跳到別的地方 跟之前的事情完全無關了 其實在這種研究裏面 不小心我們發現到這個人的 就是人的腦部運作的待機模式 原來是比我們想像中複雜之餘 我們是希望可以透過了解這個人的待機模式 來幫我們可以更加客觀去定義 一些精神狀態究竟是否健康 究竟是否健康 原來就可以由這些研究這樣得出來的 所以我也看到這個研究 其中一個最有知識性成份的地方就是這裡 簡單來說就是原來那些不正常的人就像電腦 會是的 會是的 你也看到電腦跟你去相處 你也覺得他有些不正常的了 是不是 我不知道 電腦很固執的 還有那些東西就是 你不叫他不懂得跟你做 他不會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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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人腦聰明就是在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結束下一節再回來 嗯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情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就站起來出來 就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你怎麼看 這個東西 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提過的鵝獸 什麼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這裡看的呢 就並不是我和阿紀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那些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紀圖就真的沒有合過的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我們兩個呢 就不要緊的 最緊要呢 就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呢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那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啦 好啦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呢就有神秘之夜啦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所以我和阿紀圖 對不起